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教协后另一个公布解散的组织就是民阵 民阵的全名就是民间人权阵线 接着这个公布后警方很快出了稿 民阵是一个不合法在运作的组织 正是积极跟进他们违反社团条例的罪行 全力追究任何人有没有违反国安法和其他法例 今年4月警方曾经给了个信民阵 民阵曾经在2006年注册成为社团 但在同年9月取消了这个注册 质疑他们之后依然用社团形式来运作 涉嫌违反社团条例 但我们看资料调诡的地方 就是警方从2007年到现在一直有和民阵商讨游行的安排 更加曾经向民阵发出过至少有20次不反对通知书 大家会问为什么警方这么多年来都一直和一个非法团体合作 民阵是在2002年9月成立的 是由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一个平台 它本身就是一个平台 自从2003年开始 一直主办每一年的七一大游行等等的活动 2019年的反修例示威 民阵也主办过多次的大型游行 民阵今次说他们是在8月13日召开周年大会 出席的成员团体一致已决 就由即日起解散 民阵没有教协那么多资产 只有大约160万元的资产 就说会指示民阵资产托管团体捐给合息的团体 民阵的声明说近年以来政府不断以疫情为理由 拒绝民阵和不同团体的游行申请 还有他们的成员团体都遭受打压 公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民阵本来都希望继续用原有的方式迎难而上 但是召集人陈浩环已经因为多宗案件 身陷领域 秘书处已经无办法维持运作 而在无成员参与来界秘书处的情况下 只能无奈宣布解散 大家都应该记得在今年3月初 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消息说 特区政府正在调查民阵有没有违反港区国安法 又说民阵在短时间内有可能被特区政府取体 引发了很多团体陆续退出民阵 当时出任召集人的陈浩环发表过声明 强调民阵从来没有收取过外国的资助 对有消息指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觉得是不明其所以言的 民阵宣布解散之后 都好像教协一样 各方各面的攻击都是继续冲着他们而来的 官方媒体和本地的一些亲中媒体 是继续追击他们的 官媒人民日报马上就立刻在8月15日那晚 已经是刊出了评论文章 文章就说 解散闹剧 没不去民阵反中乱港累累罪行 指民阵解散是他反中乱港的 逃谋彻底失败的象征 民阵本质是一个基因变异的政治团体 也可以说得上是香港过去乱象的元空之一 在长期破坏一国两制 民阵的历史本身是一部反中乱港的历史 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 民阵煽动发起的示威游行 最终都演变成为暴力和暴动 令到香港污烟涨起 满目仓宜 和反中乱港同行 和外部反华势力同贫 就是民阵的本质 评论又指 民阵的解散声明清楚显示 他们解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 民阵的解散声明 可能已经是警方调查的证据 又说了 首恶必办 港府必须要彻底斩断企图 再乱香港的黑手 辞退退出解散 是抹不走民阵一些人的累累罪行的 但是民阵解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曾经被民阵狡猾 或者被民阵利用做棋子的人 应该要拥抱正义和光明 主动去配合调查 港澳办都有发文措辞都相当强烂 就说民阵是未经注册的 一个切头切尾的非法组织 多年来说他勾结反中乱港的势力 为和香港劣迹斑斑 罪业深重 解散声明的那本功劳簿 最好是他们不打字招的罪行龙 是港独黑暴揽炒的主要推手 勾结外部势力 发动颜色革命的急先锋和马前出 自知现在被警方调查 窮途末路才匆匆宣布解散 想逃脱法律追责 他们简直是痴心妄想 八天做梦 港澳办的发言人又强调 除恶必冒尽 民阵等等这些反中乱港的组织 虽然解散 但他遗留下来的毒 那些遗毒都要持续清除 一定要依法追究 彻底清算 才能使香港重回正轨 所以要支持香港的执法机关 依法调查民阵和其他反中乱港的组织 研情这些首恶和骨干分子 毫不首愿地铲除 毒瘤、恶仓、祸根、祸缘 中联办控制的《文匯报》和《大公报》的报导 引述了很多名建制派 论调都说要继续追究民阵 《文匯报》引述港区人大陈勇说 民阵长期勾结外国势力 修例风波期间又多次发起社会出现混乱的游行 绝对是需要负上责任 即使是宣布解散 执法部门都应该要继续调查和追究 又引述梁美芬说 民阵没有注册但牵涉大量资金 本身已经涉嫌违法 应该要查一下资金的来源和去向 《大公报》引述港区人大赛毅 说民阵借其他团体的户口 来存放他的资产 本身就是一笔混帐 多年来的恶行 不会因为解散而一笔勾销 民建园伟大博士郭佩凡说 如果民阵过去涉及犯罪行为 警方一定要拉人封艇 情况跟教协有些类似 同样有消息指出 民阵解散是收到自称中间人的警告 说给死线他们限定时间内 一定要解散 否则用国安法事后 但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们的解散 都不能为事件画上句号 他们的解散 反而是为公民社会 真的画上句号 在可见的将来 应该都看不到双类子的平台再会浮现 现在大家会问 可能就是Who's next? 下一个解散的将会是什么组织 会不会真的好像田飞龙所说的 是职工盟和香港护士协会呢? 下一个解散的将会 跟赤及创业有结束 下一个解散的将会 卡丰离 下一个解散的将会 接散的将会 中国阅上将会 也有一乃有关 talks的 在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